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針對華為的制裁和圍堵措施 又再邁進了新的一步 最近有消息傳出 說美國正在準備 向那些決定停止採購華為5G設備的國家 直接提供金錢的援助 以便他們轉用其他電訊商的5G設備 這則消息其實是由美國駐巴西大使查普曼對外透露 他說美國政府已經在打算 向巴西和其他國家的電訊企業直接提供資金 幫助他們向適當的5G技術公司購買設備 例如瑞典的愛納遜 芬蘭的諾基亞和韓國的三星等等 這些都是美國認可的5G技術公司 這些公司所提供的技術 是能夠充分保護得到信息 數據流通和知識產權 故此美國政府旗下的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 將會幫助巴西和其他國家的電訊企業進行融資 而查普曼還警告 說華為是不能被視為一個可信任的合作夥伴 如果巴西真的將華為納入當地的5G網絡建設 可能會阻礙其他不信任中國5G技術的外國公司 去到巴西進行投資 屆時巴西的經濟將會面臨挑戰 當然落足嘴頭去遊說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選擇 始終現兜兜的金錢援助才是最實際 可以打動得到不同國家的電訊企業 始終華為在巴西已經深耕細作了接近20年 與當地政界人士的關係是盤根挫折的 巴西的眾議院議長甚至公開說過 說是不應該有排除中國電訊商的想法 應該將5G的電訊招標開放給世界各國的廠商來競爭 這樣巴西的消費者才能夠享有經濟實惠的價格 大家看來就覺得他這番說話也沒什麼問題 價低者可以 問題就是他完全忽略了華為這家公司的本質 以及為什麼他的價錢可以比其他公司更低呢? 這個背後是否牽涉到不公平的競爭呢? 這些他全部都沒有納入考慮之列 到底為什麼他會故意忽略這些因素呢? 他和華為之間有什麼淵源呢? 這一層就真的不得而知了 所以其實在巴西裏面 對於中國企業的態度 都不是看法那麼一致 雖然巴西總統 自從全球大流行的武肺疫情殺到他措手不及之後 他對於中國的態度就越趨強硬 但是始終政界都不是他一個人說的事 故此如果美國方面能夠直接向那些電訊公司 提供金錢有因的話 效果肯定是比起齋油稅高得多 而且巴西在去年已經成為了世界第八大的經濟體 超越了意大利和加拿大 而且在南美洲當中 巴西還排在第一位 如果華為的5G技術真是成功打進巴西市場的話 就等同於向華為注射了一支強心針 所以美國方面是極為提防的 至於英國又如何? 前陣子已經說跟大隊不去採用華為的設備 但是似乎他們的態度真的並非這麼堅定 因為英國政府向了華為開綠燈 批准華為在劍橋郡的樹下設立一個晶片研發中心 而且這個中心的選址 就跟另外一家半導體的企業 叫做ARM 中文叫做安謀 非常接近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昨天才說過 說中國經常都會去竊取其他國家的科學技術 知識產權 等同於搶去了美國的未來 現在英國竟然是向華為開綠燈的時候 其實英國都很應該說明清楚 究竟他們對於華為的基本態度是怎樣的呢? 是要多加提防 還是趨向合作呢? 而英國又如何看待美國商務部 對於華為實施的制裁措施呢? 當然你說這個只不過是晶片的研發中心 就不是一個生產中心 但是選址方面 究竟英國有沒有做過風險評估呢? 千簡萬簡又會剛好選在安謀半導體 沒有多遠的地方建這個晶片研發中心 真是奇怪 夠巧合 至於剛才我們提及過 那一家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 同時也會為關鍵的供應鏈回歸到美國 提供融資的項目 其中一宗重要的項目 就是台積電在阿里桑拿州的新工廠建設 美國現在向華為進行多方面的圍堵 甚至乎連曾經向華為提供晶片的台積電 都叫他把廠房搬回美國了 但是英國你自己好像倒米一樣 去批准華為在當地研發晶片 如果你研發什麼晶片才行 你又不可以給他技術 他是被制裁的 所以這方面也挺奇怪的 接著再說說關於中國的反擊 最近中國政府曾經聲稱過 說進口食物是污染來源 導致北京出現了二次武肺疫情爆發 所以現在就借一些意 要對於從全世界進口的食物多加規管 根據彭博社的消息指出 說中國現在要求 所有大豆的發貨商 包括來自美國和巴西的發貨商 要提供相關的證明文件 確保得到那些大豆是不含武肺病毒的 不會去到中國的時候造成污染 這項新的措施當然會對於 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又會構成障礙 那時候大豆是其中一樣 重點向美國進口的農產品 如果又要提供諸多證明 九十幾萬樣東西的時候 等同於設下了一些關卡 就不是說像以前那樣 你說進口就進口 不用那麼多證書又確保這個 現在你要求他做多些程序的話 就等同於卡關而已 其實今年中國初四個月 原來只是從美國進口了 四十六億美元的農產品而已 距離全年的目標三百六十五億 只是達標百分之十二 那就是說 在五月至十二月 要瘋狂地追落後才能買得到 是說還欠三百一十幾億 就算你說在五月和六月 加緊向美國買大豆也好 那你不只是大豆可以買得到三百億美元 那你還要買其他農產品 那到底其他方面有沒有買到呢? 而且現在還要玩卡關 那究竟能不能夠達成目標呢? 似乎都不是太過樂觀的 那當然中國經常都三身五零 說他們一定會達成這個 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所設定的目標 那這個無非就是向特朗普拖時間而已 而特朗普其實那張底牌 也都是給他的幕僚 白宮貿易顧問Peter Navarro 就是這個納瓦羅 是養了出來的嘛 大家記得昨天他們兩個人 一人就說一個版本 這個Peter Navarro無厘頭走出來說 就說這個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已經玩完了 那其實就算是玩完了 也不應該是由你公佈 如果是由你公佈的時候 那時候特朗普又突然走出來說 喂沒有啊 中美貿易協議仍然是生效的 仍然是繼續在運作暢順的 那你就等同於掀開了一張底牌給中共看 即是說特朗普是非常之重視這個中美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哪怕中國根本上到現在只是達標12%也好 他都要表面上繼續是生效的 因為他就要穩固中部那些農民的票源嘛 特朗普現在謀求的是競選連任嘛 那麼這個Peter Navarro 喂 突然間你走出來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應該要諮詢過特朗普才走出來說的 就算你真心相信這件事已經被中共當成了歷史文件和廢紙也好 你就不能夠僭越代特朗普出來宣布的嘛 因為特朗普就把這個首階段的貿易協議 是送給美國農民的一份大禮來的 是他其中一份重要的政績之一來的嘛 那麼再加上的就是 特朗普自己又向媒體承認了 說在新疆的議題上 還沒有採取一些更加嚴厲的經濟措施 就是因為要避免影響到中美貿易協議 以及現在正在進行的新一輪談判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就等同於雙重認證 就是特朗普非常之重視這個貿易 所以真的 特朗普是多了不少的 就是等同於向中共 養開了自己的底牌給他看 真是十分之傻居 因為當你的弱點被人知道了以後 就肯定會被人追著你 從這個弱點去祭找你了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